八把水灾一个月之后大雨新闻重新回到了几个重灾区 看看现在的重建工作千头万绪到底该从何而开始呢 刚才看到了在屏东的加东还有在林边 而接下来呢继续来看看的是在高雄县 我们所定的包括了六龟跟甲仙这两个箱 那么这两个箱的主要的问题在哪里呢 先来看看首先呢六龟最严重的就是民宿和饭店 占用了河川地 另外在甲仙呢种了许许多多 大家可能都耳熟能相当像芋头啊等等 但是这些高山农作是不是取代了原有的国有林地呢 再透过地图来看看 以这个六龟来说老农西的全长137公里 六龟境内大约有45公里 但是这边的两大温泉区保来根不老 这两个温泉区里面就有上百间的民宿 再加上呢有六个游乐区 这里面呢又有许许多多的小木屋 所以在这边的土地严重超限利用超过了有4000公顷 4000公顷的土地是超限利用的 这是在六龟 再来看看甲仙呢 甲仙只看到农作却没有看到树林 为什么呢 过去国有地这边出租造林 释出的总共是22700公顷 单单出租造林就超过3800公顷 但是却没有看到这么多的树林 为什么呢 华一可能挪为作为农作耕地了 种些什么可能您都吃过 包括了竹笋 还有冰朗鱼 或者是山姜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老姜等等 那么这些农作物在进行耕作的时候 其实对土地因为它们都是浅耕植物 抓地力不强 所以当然也造成了这个土地没有办法做好水土保持 有这么多的问题难道过去都不知道吗 答案是都知道 可是每一次的提醒 为什么大家都当成是耳边风呢 来看到当年在地震过后2007年 还有风灾过后2008年 专家都曾经提出了许多的警告 但是就是大家不当一回事 也就是让这次的悲剧一再的重演 不太适合居住人的山坡地海边 应该快速地告知人民 不适合居住应该牵连 希望我们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 它能够把它四权统一 譬如说自三防洪一个机关来管 也西整治一个机关来管 我相信能够对整个 我们大自然的规划会好一点 每一次风灾过后 国土规划的老问题 就会再一次浮上台面 什么地方不该住人 什么地方过度开发 有人猛烈批判 有人苦口婆心 但人真的很健忘 去年那边就有帮他了 那七年清了之后 那今年又继续帮他下来 来到这次风灾 受创严重的高雄县六归乡 盖在陡峭山坡前的房子 让土木机师看了也直摇头 但这样的建筑还不是特例 通往六归宝来温泉的山路 处处是落实 但就算没有这次的八八二水 每次大雨台风 路也多少会摊坊 但却仍然挡不住人们 喜欢消费大自然的习性 有人就有开发 而不断开发的最后 只有这个结果 原来这边就是属于河床的地方 那就蛮低的 跟那个河床就蛮接近 就说那个地方不应该用 有没有占用我们不敢说 可是理论上就说 本来那个离河床就蛮近的 就不应该去使用 有一些温泉区 它的利用模式跟都市的利用模式一样 然后不断的进去 那这些地方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是超限了超过了 超越了它本来环境资源特性 给人类给所有生命的限制 假使一个山区 如果没有开发当作一的话 你把山头产品 那灾害的情况 是没有开发的十倍 那如果你道路的话 又拓得很宽的话 大概是一百倍的灾难 总计整个六归乡 土地超限利用 超过有四千公顷 除了一般温泉游乐区的过度开发 还包括了甲仙 纳玛夏乡 共同都有的高山农作问题 芋头茶叶果树麻竹 为了生存和经济 台湾政府在光复初期 开放民众成租国有林地 但这一租 也开启了民众长期啃植 占用林地的难解习题 像那个上面 那几乎都是开发的 那个部分 那是当初算是像国有成租的 都是种果树 当初这边整个山 这边都是果树 你种果树一定要 要去把原始的林木砍掉嘛 一些生根的那个桥木都会把它砍掉嘛 那你砍掉就是说对土壤的那个稳定就会有影响 那不可以做大山顶的人要吃什么 山顶帮林木砍都怪我们这些老百姓说烂肯烂肪烂肪啦 不叫他们林木砍的出来 出来给我们树的来看 看榜的是老百姓的经济 还是我们资料榜的啦 民众是如此 民众是如此 遭山做工程的政府开发单位也是如此 但如果每个人都不肯理性冷静 重新检讨自己做些改变 那么莫拉克的这堂课 我们又怎么学会